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BA辽兰23分大胜广赛 赵继伟赛后采访一番话令人肃然起劲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目前的CBA第一场总局赛的对战已经落下帷幕 辽宁队大胜对手 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赵继伟在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呢 他说出了一番话也让很多兄弟肃然起劲 接下来具体大家分析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广萨队关注辽宁队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现在总决赛第一场比赛落下帷幕之后啊那么辽宁队整体的优势 确实是比较大 在本场比赛对战当中呢是最终23分的大胜对手 那么也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主动权 那么其实对辽宁队来说啊以目前现在兵强马壮的实力来看的话 感觉他们现在呢基本上外界都是一边倒 觉得辽宁队拿下广萨队拿到最终的总冠军呢应该不是 太多的一些问题 所以针对目前整个外界的一些舆论呢包括啊大家对整个球队的一个期许 那么他们球队内部的一些核心又是怎么去看待呢 那么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呢 赵继伟接受了 平台的采访 并且在这一次采访当中呢 点评了球队的一些问题 包括去肯定了对方的一些能力 那么在这一次采访当中呢其实啊赵继伟呢也明确表示说其实他们一开始呢 打的并不好那么上万场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后来调整好之后呢才能够打到这么好的成绩 接下来呢他也评价了广萨队这个队伍非常的不容易 他说其实啊现在广萨队非常困难 大秋和炸炎后呢 两个人呢都突然受伤所以其实对他们的士气啊 包括整体的一些实力都会造成重大的打击 所以呢他也说呢我们辽宁队的不要太过意骄傲 一定要借交借照把每一个回合的比赛的都打好 因为呢他也强调说呢广萨队其实目前虽然说缺少两个核心 但是他们整个球队能够走到现在打出这么好的成绩呢 不仅仅是靠这两个人 包括像顺明辉啊还有一些外员的打的也非常的好 所以他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呢 希望说一方面呢大家要关注一下广萨队是一个很厉害的球队 不要对辽宁队呢抱有太高的一些期待捧杀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劝告自己包括辽宁队的球员了 一定不要骄傲那么继续保持一口谦逊的态度呢 争取在后续的比赛当中稳定的拿下胜利 所以可以说了赵继伟这番话在说出去之后呢那么很多球迷听到也确实是 树然其境的 毕竟本场比赛的赵继伟本身表现就非常的不错 他出战32分钟12投5中 3分球4中2那么最终得到13分两个篮板7个助攻相个场 抢断 很好的完成了他这个角色的任务 所以可以说本身赵继伟在这场比赛取得如此亮眼的表现和高效率的话 他完全可以有骄傲的资本 但是他最终啊没有去说啊 去贬低对手去高捧自己什么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他还是非常清楚的认识到呢 自己球队在本场比赛暴露出一些什么问题 包括呢也去体谅对手让大家不要太过度看随广杀队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这种大格局的球员的话 那么接下来相信他们的心态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那么对这个冠军的一个去属呢 我们最终也应该知道呢 辽宁队大概是能够拿到手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赵继伟在后续剩下几场比赛当中呢 能够继续加油带领着辽宁队拿下 这几场比赛的胜利最终把总冠军的给捧到手 将来呢也能够弥补他们三个赛季非常大的遗憾 希望他们呢能够好好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